到了現在可能大家越來越會在前中級去找一些碰撞的情況下 其實射手還沒有承襲之間是沒有戰鬥能力的 那這個布朗姆的危險他可以吃掉凱莎的W 可以吃掉這個沃加特的R 很可能是針對雙射手的寶牌跟沃加特而來 但是我其實覺得他們有更進攻的選項可以選 來到今年的第三場 前兩場Fly Quest都是主動採取換線的那一方 那一場比賽他們拿到的優勢一場比賽他們是因為被越塔而失去了前期的主動權 那現在Fly看起來是有在防範對方可能有進來擦眼的意圖 Fly Quest當然也有可能是自己想要在連續三場比賽來逃避對線再換線 對 現在走進來有開掃眼但這個眼睛應該是有掃到 那對面也在做鏡像的事情排掉了這個六鳥入口的眼 那這邊Fly Quest看起來是這樣比賽要次場對線的 Genge也沒有想要換線的意圖 其實在LCKGenge反而是最早開始換線的隊伍 對 他們是先開發出這個上路ADC經驗的 復出的代價當然就是King還是擔憂對方的換線 所以他比賽中 好的 那我們回到的是比賽的現場 應該是設備有及時來做排除了 對 這是系列賽第一次正常的對線 但配置前面因為有四成被動的關係 所以是把布里斯有打了半血左右 對 這個牆草的小失誤貝爾還是Q到了 不是有掉比較多血 他看起來應該是點Q的 沒有點W來位置 所以掉比較多血 那一等的布朗姆還是現霸等 沒錯 他一等點Q想要來打消耗 但是吃到這個Q就不太應該 那Fly Quest的下路線我覺得就是另外一個他們在前期 比較大的隱憂 在正常對線的情況下 就是他們 蠻頻繁的被打出現實 包含是在 路里斯在最後一天 不路里斯在 路里斯在兩勝兩敗最後一天 對上這個Liquid那個系列賽 他們的下路線其實在2打2是被 破絕絕跟楊教訓得蠻慘的 那當然因為其他路是有成功戰出來 我們也考驗著 因為他們其實都算是比較偏新人 尤其是MASU是第一年打職業 就來到世界賽的舞台 MASU的這個狀況跟PACE剛出招的時候其實有點像 就是他的會戰真的打得很好 但要怎麼渡過 對 他的對線失誤有點偏多 我準備要騙他 要來3月2 至於先壓 現在是捐具 但另一邊的Fly也是叫出了TP 而且這個抬騎士又把Keyo給抬起來了 反正是厲害 已經抵到 應該說扛到殘血 所以必須做撤退 WIPO交了一個閃線中的相機 沒有留人但沒有留住四層 又被打出來 PACE一高出現金很兇 PACE一高出現金很兇 但感覺出事了 被打出了天家 兩邊閃線對岸 反而是這一波 手殺給到MASU 拿到的是DoubleKeyo 剛講完你啊 PACE怎麼一往前了 出事啦 這一波Jerry只要成功拉掉 打住WIPO的TP 已經讓King賺非常多了 但他們是選擇想要平殺 完了 直接被一砲雙翔 兩顆頭掉在凱撒的手上 年輕人終究還是年輕人 對 這個一往前是 致命的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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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下 這一波一開始是想要來3月2 對 而且治癒也是先壓的 Hanion這波做得非常到位 他有扛到最後一個 確保Kennyan這邊 就算被刺激 但他沒有死到塔 很多輔助會在這邊panic 先拉掉 然後讓第三下的塔 讓Kennyan來扛 但他已經做到最好了 對 而且下來了這一波 好像是剛好Busio那個回血有回到 對 所以讓他誤判的血量 好 付出了太佳 哇 這個台 再台兩個 Busio後續沒有拉差 這個閃現的W W要兩個 那這個下路的平衡 笑囉 好像在看重播 左邊的教練還是很冷靜 New Dark 這是他們的 他也是前職業選手 過去在LEC的中路 他很冷靜 很冷靜 他知道真的不能跳 他不是那種 情緒表現非常誇張的教練 他知道這只是 剛開始第一步而已 Mithy又忍不住笑出來 但是New Dark 沒有 哇 但球比一套連招全中 他對線射手 但是基本上算是平線 然後也是帶了斷技 在傷害方面也會比較高一點 他現在拿到兩顆頭的 凱撒 領先已經五百塊了 另一邊的伊澤 甚至是只有水滴而已 好險他內部回家至少還有水滴 如果內部回家沒有水滴 三百多塊四百塊的話 那 爆了 頭會非常痛 出事了 那伊澤 還是有很強的中級的Power Spike 對軍隊 就是稍微 Delay了一點點發育 賺到的是King 因為他 現在手上還有TP 是 等級上面經驗上面都是領先的 對 因為剛剛Weepo是去TP下路了 那甚至TP也還捏在手上 而中路兩邊 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 但跨的鞋來到了六等 但是現在開始 這圈圈雙的線 就要打得很保守了 球比走過來其實是有看到蝎子的位置 但兩邊目前看起來對於第一條龍的打算都不是這麼的高 而且Lehands是直接往上走 想要來競爭一下這個御使者 因為他們畢竟還是有個六等鱷魚 他可以TP回線 所以他會是在最好的狀態上來接的 但Fly一旦看一知道你的輔助不在 馬上就往前壓 我滿喜歡FlyQuest這個硬隊 他們知道其實 你能摸到一條也好 就算三條全給也沒關係 現在下路線已經有優勢了 那打上半步本來就... 甚至是他們好像還想要來月塔 點燃掛上去 電漿來得及打出來嗎 來不及 馬屬已經在扛塔 不過感覺要做第二輪的塔殺 再一個QG的伊卡西亞 摸與全兆 Kidspring 30的開局 沒有問題喔 這個月塔是一定要月的 很漂亮的交換 他知道你的輔助一定不在 而且沒有閃現 光盾剛轉好 還是穩穩地完成這波月塔 那下路是讓Fly成功找到的局面 雖然說右蟲 三條都被捐局拿到 不過 這個交換完全是Fly可以接受 沒錯 而且他們是可以點一點點護甲的 是 來鱷魚 上千開切大絕 Bweepo其實沒有任何還手的餘地 被釘在原地 做成路邊洞石骨 可以稱讚King跟Canyon這一波 抓到了Bweepo閃現 大概轉好前20秒 發起了這一波進攻 那沃加特沒有閃現 還是比較脆弱的一隻角色 現在兩邊算是對鏡像的交換 一邊打上一邊打下 另外一邊是AD撞很多 那就要看一下待會會戰誰能夠真的站起來了 快樂 先一個E技能往前稍微打一下血量 這場的Bweepo一定要carry一次 300的戰績 但第一件應該還是要以電刀為主 那電刀成型的時間應該會很快 有可能在10分鐘之前就拿出來 那第一條龍Fly感覺是有打 所以想打的嗎 先把視野可以稍微排空一下 不過蝎子是在上半步的 所以這條龍再緩緩 對,Canyon的刷野進度是稍微慢一點 因為剛剛去執行了吃幼蟲啊 然後拿上路的這個擊殺 所以他打野的節奏是比想辦法慢一點點 但還是上到6等了 不過其實因為布朗姆跑線的關係 所以配置反而是比MASU早到6等了 但這影響也不大 因為現在就算上6 也不太有主動進攻的空間 反而兌線上面 020的一隻Rail 還是有這個兌線上面的優勢 兩邊的打野 兩邊的打野都還有野怪要刷 所以FlyQuest也是穩穩的收線 等到凱撒的這個電刀出來之後 在推線速度上就會有 比較明顯的差距 是 現在第一條的小龍 兩邊也都沒有打稍具碰撞 打野也都是以刷野為主 千奇其實 除了豬女的幾次的月塔以及Gank以外 反而史加納這一場是比較少去幫忙隊友 主要是這雙人線已經打出了很有說服力的領先 所以他的任務可能會更像是Cover為主 確保凱撒的這個賞金可以穩穩的拿到手 6等 Marsu現在是越過了兵線 想要去兇 因為知道布什也來到6等 布什也這邊沒有幫忙擋到Q有點可惜 還是一個閃耀劍的 哇 大絕 直接把Marsu刷掉半血了 如果可以讓凱撒這邊因為血量的關係 他們必須要去做到一個不好的回補的話 那小龍可能就會是捲局的 對 他們至少會讓這個凱撒出天刀的Nable Power Spike 不會那麼不舒服 那這邊可以藉著對線的優勢 來控制一下 Belian到QV打出了自己的征服者 Q也是有緩速給到 但是要去做後續的進攻也是比較困難 而且Quad甚至是帶了不死之物 主要是瞬即在遠程角色上面 現在尤其不好用嘛 所以蠻多在遠程打近戰現在都會帶不死之物 就是連我們看阿里啊 打賽勒斯的對局也有人會帶不死之物 這個也是比較最近可能有在討論的 好 帶不死或是絕對可以穩定處罰的 現在第一條小龍應該捲局是可以穩穩的拿到 因為Espire根本不在 這邊這個換血 下位換血很重要 但凱撒還是把電刀拿出來 而且直接往上走 對 直接往上走 等一下可能Belpo要TP下去收線 那King也是稍微Delay一下對方回程的時間點 第二組的右蟲 30秒後 對 TheHands這邊也是直接往上 那捲局有可能會想要防守 但他們會 OK 如果是Page也回的話 那可能就會想要來捧 對 五個人一起來防守 對 現在TP Wipple的TP是往下路走 但應該說這個視野是有被看到的 直接往下走TP的話 那Flyquist就只能做交換囉 感覺捲局其實是有可能要來 他們是想拚這個右蟲團 對 捲局他們現在是五個人在中上 所以他們一定會打 那反而是Flyquist這邊 你已經上路TP去下了 他是到不了戰場的 所以Flyquist是直接選擇做出的交換 那其實感覺這一波的換線 其實沒有拿到太多的東西 不知道 不意思不好賺一點錢 我覺得他們是想要盡可能地避開鱷魚的強勢期 就是鱷魚這個時間點 鱷魚真的太強 那反而是透過換線 我至少可以交換到一點東西 與其去拚這個會戰 就算我拿到一條到兩條 對面還是會有四重 四重還是會把這個小蟲蟲叫出來 是 虛空之處 那現在是賽勒斯往下走 不過這個第二組的右蟲 應該也是可以讓捲局拿到 你看捲局為了確保六重圈拿 他沒有選擇讓Trophy是交TP下去 是下路首線 他是徒步走過去 因為隨時如果你們四個人敢碰團的話 我還是會TP到戰場中間 但他復出的代價就是 他其實掉了滿多的護甲 沒錯 當然CS上也是有些微的落後 對 那你也看到不會跑這個選手 他對前期換經濟的能力 前面即便是TP下去復出很大的代價 他還是選擇出太出品 拿到三層護甲之後 現在慢慢地把經濟的損失給弄補 那現在賽勒斯來到了下路 但走過來的路上其實都有被眼睛眼看到 鏈子鏈上去 老師跟Vepo做了一波換血 那現在反而是捲局的所有人都走下來了 而且Trophy偷了Vepo的大絕 想要來做斬殺 反而是把Vepo的閃線也給B出來了 對 他一直沒有第一時間選擇跟上Trophy 打了一個閃 那Trophy回去可以再TP到中路視線 那現在Inspire也來到了下路 Vepo的回程是被斷掉的多 只剩下三隻的遠程小兵 所以捲局這一波要月塔也是比較困難的 而且真的是The Hand的特長之一 他對於斷回來賺取節奏這件事情是很擅長的 再來幫忙Vepo把下路的這波線給清掉 來幫忙還卡一下不給吃兵 那在對位上幾波的交換下來 除了上路的吃兵差之外 其實沒有太明顯的差距 那當然跨的也領先球迷一些 那當然比較多的這個差距 就集中在MASU身上 三顆人頭的領先 一千塊的對位差距 現在因為有電到的關係 所以Fly Quest很容易在這個互推線的時候 他們是比較快的移動的每一方 那現在經濟也是些微的領先 大概一千多塊 那預示者40秒後重生 凱撒是比較早過去有先下了一個眼睛 然後跨的來面對的是 這個前面發育比較好的King 對 在護甲的交換上面Fly Quest是 贏蠻多的 當然六重就是他們付出的代價 是 當然六重 拿到六重 推不了塔路沒有看過 所以這個是Fly完全可以接受的 至少他們在13分鐘前 沒有被用到六重做護甲的交換 那現在預示者在10秒 中之後重生 選舉也是掉了大部分的人力上來 現在Fly Quest成功地避開了前期 鱷魚的強勢 沒有讓他達到這個小會戰 不過Trovie因為是沒有傳送的 但他還是選擇待在下路 這波可能Fly是有來看的本錢 但Wipo的TP也還差一點點 所以全軍是準時動的 所以Trovie也是推完這波線就往中路移動 反而他們是主動先動 而且Trovie也先靠了 所以這個預示者Fly Quest也是不好強的 等於值得一樣給到的是捐句 對 繼續遵循他們的賽前的計畫 只要在前期鱷魚在那邊架都不碰 但往後拖完全是Fly可以接受 對 他們這場比賽是有雙射手的後期 然後也有正規的坦克 下路上輪出以及打野的3v3 在這個河道稍微爭奪一下視野 這第二條龍Fly Quest可能就有獎金了 因為這邊是沒有鱷魚的 那當然King他有TP 所以他是可以考慮 英乃界這一波 把他的強勢旗盡可能的發揮 當然中線就看得出來有墊刀的凱撒是輕得真的非常快 英乃界當然也有三項了 但是單純互推線的話凱撒還是蠻有優勢 感覺是想要敲一下喔 我有看過敲一下出大事的喔 有忍住啦 有忍住 再斷 就是不讓布朗姆回程 白目 不知道是the hands白目還是斷大回家的白目 因為其實就知道那邊有眼 還要站在上面回 就很奇怪 反而是這個 因為被delay到蠻多的時間 所以小龍 第二條Fly是有成功控住的 而且當然也不只這樣啦 下半部的地方 秋平也需要回家 然後中路的部分推線也推不贏 所以一樣 只要這個鱷魚不到 沒有鱷魚的位置 Fly Quest就願意接戰 換到了一條龍 其實就有慢慢的把這個鱷魚的強勢旗給 脫緩住耶 那接下來捐具還是可以繼續去尋找 哇 甚至熟塔 可以一人獨享嗎 等一下經濟要反超 他也把這個太祖品疊完了 哇 這一波 感覺幾次的換線下來都 不然是有拿到他們預期的目標 反而在交換上處理 他們犧牲兩條蟲 但是換到了蠻多東西 經濟也是領先的 然後原本可能是劣勢的 也因為拿到這個塔錢的關係 所以他的經濟也是領先的 中路的對位上面 跨的因為他是射手嘛 在這種換線的局面下 他吃吃拚也比較容易 那反倒是 近戰的球比比較容易被zone out 如果對方有多人 不過他第一件是選擇出 步履破壞者 真的耶 步履耶 是怕被賽克斯黏到嗎 步履的解力 感覺是比較少見的 確實 他有蠻好的清線能力啦 雖然說不是電刀 對 可能是 跟電刀我覺得概念上類似 一樣是以前其實清線為主 他可能覺得電刀在改落之後 沒有那麼適合結力了 也有可能是考慮到 媽祖已經出了一把 好像沒有需要再出第二把 你看是夏季賽 哪一個中下不是兩把電刀的 就只要兩把啦 對但是 這場比賽他選的 真的是蠻有趣的一個出手 看起來應該是第二劍才考慮要 繼續往電刀去走 不過現在就是 人員往下路集結 而且因為有鱷魚的這一邊 就是他們的牆邊喔 對 我覺得不會跑這類型的 地圖的判斷是很重要 他必須要做到 因為他雖然說是一個 坦克 欸 後面有一個TP 想要來殺這個鱷魚 那這應該是死了 有沒有機會 雖然說鱷魚有開啟了電刀人 不過在四人的包夾面前 能走掉嗎 他躲掉了龜婆的大絕 但是 也是往對方的家裡走 而且感覺這個人頭 還可以給到跨的 非常的舒服 炮車吃掉了 很關鍵 很賺 要這個人不能漏 而且這一波的死亡 是讓他們賺到很多的喔 賽勒斯在推上 然後 中台有拿到 中台用御視者 哇 而且還撞第二次 現在是Marsu 想要去留人 因為西班爾也來了 雖然專刺還在手 不過沒有打算出手 他這位也扣得很好 這一波 他過去在LCK很常亂開車的紀錄 但這一波開車是開得蠻好的 後面又是一次 來一隻FLY的TP 但上台已經被Chovy拿到 而且他應援手的下來的 感覺是 因為也沒有大絕關係 應該是只能打一點血量吧 再一個E閃 把對面給拉回來 現在Chovy沒魔了 而且Buster也是大絕 閃線多按 但是 白爾再跟過來 Chovy有TP King也可以TP到上路 但還想要在月四日就有點多了 雖然說有一個Quad 但是 有辦法 扭掉大絕了 扭掉大絕了 那這樣一塊 反而是一半死掉 我覺得這波FLY怕太不冷靜了 有一點想要拿 太想拿東西了 對 蠻大的一個關鍵是 不會跑這波沒打 他大絕還差了大概15秒鐘沒裝好 另外一方面就是 King這波是有TP的 是 而且Chovy這波就算被打殘 他回去也有TP 所以其實這個閃線的硬殺 沒有會他們賺到太多的東西 就算這一波 呃 你真的殺掉 或是把Chovy狀態打差了 後續完成了月塔 我覺得都不見得賺了 那反而是 也沒有成功 所以現在經濟是有一點被追平了 對 這波是一個比較 嚴重的失誤 感覺就是因為在 可能剛剛下路殺了鱷魚以後 發現鐘上掉了太多東西 所以急於想要拿回來 然後Inspire這波的大絕 也沒有拉到Chovy 被Chovy重標 那目前看起來 Chovy反而是FlyQuest 想要針對 但是 越打 損失越多的那個目標 是 每一次想要打他 但他就是可以靠著他自己個人的操作 對 我去把局面給打回來了 CFO的Driver 在跟我上同一個節目的時候 曾經說過就是 一個隊伍要有弱點 你會讓大家想去抓那個弱點 然後你沒有抓死 然後這個隊伍就會贏了 那看起來這個人 等於是隊伍當中最強的人才成立 我看你笑得很開心 你還特地FB要把他拿出來再編一次 這檔比賽Chovy做到 這個系列賽目前 Chovy做到類似的事情 當你越針對Chovy打的時候 你付所有代價越多 是 我們現在看起來 反而是Fly 在邊線超級遇到危機 跨的這個練算 有扭掉 閃線還是沒逼出來 反而是後續不只有 空到了三個人 但人數上是劣勢 但傷害足夠嗎 又靠奇 裝備是不太夠的 暫時也頂到很多大決 再把朱尼給拉回來 在Keyu超級硬 硬 還沒有倒地 你也被打退 這一波 而且殺入單殺了 還在操作 快得還想追擊 他是竭力 可以 一個殺傷果能跟上 先把對方輔助給抽掉 雙射手追擊 但快得血腰其實已經很長 而且配置持續的拉打 作戰能力也很高 這一把QG呢 也是把對方給成功圈對 至少這一波支援是來得夠幾時 後續靠著雙射手追擊 凱撒的大絕扣得很晚 還是有難回一個人頭 但上半部被打出單殺啦 單殺 而且好像是在 有段回補 再段應這個回補 那這樣的話龍要屌了 那當然 好消息是做到人頭的交換 不過對於Flyde來說是一點不賺 對 Rainz一樣含笑死去 兄弟們你走吧 對那個Rainz 也是一個非常不怕死的輔助 是 那 雖然說紅BUFF有成功守住 但這個小龍 鱷魚也在喔 所以Flyde一點想法都沒有 然後不知道有沒有覺得看到這個世界賽很難見到的重播 但是上路剛剛 怎麼了你怎麼了 怎麼突然要偷偷這樣講一下 我想看一下King他是什麼殺的 是 我們是非常期待有這個畫面出來 但感覺如果過了這麼久好像是沒有了 沒錯 不要這麼吝嗇 快發牆了 再留一下了 Yes 好險是Troby在旁邊 所以也沒被留住 拿了第二條龍以後 雖然說Gengi一樣是落後的 不過其實 這邊線的發育都還不錯 但同時今天FlyQuest他們的carryway也都拿到 有了 有了 怎麼了 這怎麼感覺是很難得見到的畫面 好 但看一下 Wipo這個大絕是 完全來不及暗 他根本暗不出來 感覺 他完全 誤判了這個時間點打起了兩邊的強度 錯過了自己的傷害 錯過了強度 他沒有想要用拉打的方式撤出 因為他閃現剛剛一個也還沒裝好 所以 很簡單 很樸實無法 就是兩邊 很不需要重播的一個難殺 你要求了這麼久 這不是來的嗎 哇 那現在Gengi在邊線是有打開局面 但對FlyQuest來講 他們的勝利條件其實還是 有在往他們的勝利條件走的 因為兩個射手都拿到兩件裝了 其實應該是 能夠有信心 欸 但Keyo被留住 有一個失誤 但還好 卡構坦 那接下來關鍵就在他們這兩個carryway的穿透裝 需要 打穿透裝補出來 因為還是要面對三個打開 因為潔力第二件是出瑞藍 反倒是Gengi這邊他們 黑暗有人在落 Keyo 要再單殺一次 沒有 路過路過 沒有對方的服也的動向 尤其是Inspire的位置 所以也不 戀戰 老蛋 對於Gengi來說 麻煩的還是這個凱撒 400的戰績 而且快要三件裝了 W打到佩茲 快要四成型 對 壓力其實還是很大的 當然 對Gengi來講 他們現在還是會想要去接每一波的會戰 賽勒茲兩件裝 是強勢騎 呃 這也是Keyo可能 緊存 後面的 緊存的強度了 是 他在越往後打可能影響力會越低 也是在兩件套的時候 而且賽勒茲也不是一隻 真的打到大後期那麼強的角色 不過蝎子也是回家補出了自己的手套 所以這也會是Fly想要打的時候 我覺得Flybush他們 還有在放映龍的空間 想要來抓邊線的Vipo 喔一個掃眼看到兩個人 完蛋先交閃 那後面Keyo也是跟上了閃線 被打出了被動以後 再加上一個大絕閉合樓 有機會走掉嗎 再一個回刮 兩段的擊殺 是把對方給收下 跨著這個TP下來位置其實是有點尷尬的 對那隊友在往下趕喔 但是這個虛空太動手並沒有命中 而且Quad的傷害也不夠 對這兩塊肉也是知道不需要練戰 反而這邊又被球皮賺了一波 我覺得Quad的TP判斷是 這個系列賽他目前露出來一個蠻大的弱點 是 就TP的時間點感覺掌握的並不是太好 還有應該說你就算TP對的時間 但是你的角色適不適合下來 對適不適合下來 他能不能對戰允騎到影響的作用了 有沒有可能你TP下來之後 你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因為他很明顯就是一個需要發育的角色 對 那他在這個時間點下來 如果沒有隊友幫他留人 他是沒有辦法打出傷害的 反過來是有可能會讓對方的 另外一側的單人線角色 因此而把發育拉開或是追回來 這個肯定也是Quad的在 這幾場比較有一些零星的失誤產生 Po這場邊線也是犯了比較多的錯 所以現在King 當然他只是進去的殺我家這是沒有用的 他必須要影響到會戰 他必須要頂在所有人前面去限制這兩個人 是 而且因為Po現在是沒有大絕的喔 CP還沒有好 所以Fly是想要趁這個時間點打起來 但後面也有一個TP 但Expire的位置有一點深 所以已經被留住了前方 雖然所以我拉回了兩個人 但雙射手其實在後面開始輸出 這個大絕鎖面好像沒有中Po 又是頂Po 是只能想要繞跑 但四個方給拉回來了 他是被邱比的大絕拉回來了 竟然用我的魔法對付喔 但是雙射手還在 雖然說這邊跨的已經沒大了 那現在是Genge還想要再往前進攻 因為King好像是有好戰者 所以他回的速度非常快 又是一個滿血的豬 再往前頂 蝎子其實現在是沒有到戰場 才是一波的5打3 Po比再留 而且這個大絕Etherry也已經高到兩個人 緩速有緩到 而且你還是Q3小流反而被MASU反殺 反打局 反打局 Espy也扛在隊伍的正前方 搖開PACE 然後PACE 又失敗了 這麼煩了MASU拿到了一個虛風Q Chobi算是最後扭有扭掉 但是又做好對方家裡走 沒閃了 有辦法來操作嗎Chobi 世界最強中路 證明自己的機會 最後是選擇送他 應該是不會拿對方要去拿巴龍 好的 好險 VPo走出來沒有看到了 有一個掃眼他抓到了 捉迷腸應該是指定了 二塔還在 Chobi只能欠一個點兵 怎麼辦 有辦法走嗎 再一個大絕有 這次瓶走 剛剛你來 這次換我了 拳區是五打三的局面去做追擊 然後被反打 對被這個雙側手 八龍骸掉了 被這個雙側手成功拉扯了 而且跨著他輸的這個瑞蘭加這個步驢 很有效果耶 他的AOE打得很高 他覺得沒有大絕 傷害還是很可觀 這個練沒練到是比較可惜的 大男生還是比較偏笨重一點 然後想要Q閃留人 那Inspire到了 對被Inspire趕到 後續就是兩個持續輸出 對一個持續輸出 跨著後續的擊火目標也很聰明 看到Eaterra1E1用掉之後 馬上上前把他收掉 Oh my god 怎麼連Vivo自己都不敢相信 是他的隊友Carry期 他落後的後期 真的 因為他前期其實是遭到比較多的 這種邊線的失誤 那甚至跟他TP下來 其實位置也沒有說真的到很好 對 而且這一波打完之後 鱷魚的強制期有點要被浪費掉了 然後弗蘭因為有巴龍的關係 所以這一條小龍也能夠控住 那以這場比賽兩邊的陣容來講 現在FlyQuest的天秤已經完全倒向FlyQuest這邊了 現在是有著五千塊錢的領先 對 他們現在 如果這場比賽能夠拿下來的話 他們就 還有藍方又是一場的機會 對 配置大絕刷 應該是想要確認一下對方人員的位置 那現在邊線的壓力就會慢慢的 開始是捐取可能要承受比較多的 我覺得應該說接下來的重點在於 他們的會戰到底要怎麼打 因為他們在這個五選選的布朗 我覺得現在開始會是 一個很難的地方了 你沒有一個強開穩定控到雙射手的 那如果不是控到雙射手 而是打在前排身上 那就算換頭也沒差 因為就算最後面兩邊前排交換 活下來的是射手 追擊能力就是比較優秀 甚至雙射手現在也都有裝備了 所以真的打起來 輸出上面來說也會差滿多的 第三件出的是雲若 他的這個AOE這樣子 在這種前排很多 互打情況下打在坦克上面 其實效果還是很多 他的出裝是很有想法 對 那這邊二塔的交換 丘比現在趕快賺一下自己的錢 雖然說有賺到700 但是上路已經在被推了 對他剛剛那波把自己的懷錶用掉了 所以現在要探索者後晚用掉了 所以他會很希望接下來 可能要稍微等一下等金人出來 需要有金人才能接下來作戰 3000塊的下落對線領先 所以MASU有達到大家對他的要求 在下落先兩顆頭開局之後 有在會戰當中打出風扇 是 你那個位置是不是怪怪的 你才剛說弗艾的下落可能是他們的問題 馬上就打臉給你看 我可以說就是這兩場 第二場第三場 都比較像是對方給的機會 是 他們是主動想要來越他的 對那個下落的 付出的代價是比較大的 是 那也是弗艾有成功找到這個機會 那目前看起來經濟領先 那野區的視野也都有掌握住 再把邊線一推 五個人想要來做抱團 而且VIPO的公子線頭戰術 送了四顆之後 他現在星際也反潮了 也是贏的 所以他也不怕這個惡語 賈克修出來 現在他就是一個前排坦克 而且在這樣的正面會戰的局面當中 郭爾加特是很強的喔 他可以在雙射手的輸出支持之下 大絕就隨便丟 但想要來抓上路再分推的King Inspire已經來到後面 而且Marsu因為有殺手本能 所以他可以很遠來到戰場 King可能要交TP 被看到了 哇但這個眼睛有看到了 皮膚走了 完了現在要看一下 GENG有沒有辦法來 找一些其他東西交換喔 King的話再被推到牆上 手套也被打出來 而且這個人頭應該是想要給Marsu 第八顆801Legendary 同一時間GENG也做不到太多的交換 雖然說這顆就是人頭而已啦 但是 鱷魚的強制起再一次 被往後脫了 應該說他已經沒有強制起了 他在1.1點被消耗跟浪費掉了 架子已經被炸乾了 那怎麼辦 現在的GENG 又要等夢幻團戰嗎 他們這個組合後期也會有傷害不足的問題喔 那現在視野方面 弗賴是鞏固的比較好 而且小龍 待會的都是兩邊的聽牌龍 一分半以後會出來 而且Fusiel的出裝也蠻聰明的 米凱 他出的是 他第一劍就先出米凱 而不是先出日輪 他只要確保這雙射手 是不會被大絕定到 捐取的CC也不多 少微量的CC 就是這個大絕 只要一個被解掉 他也很難有CC眩更少 對 那弗賴在這場BP設計上面 也是有懷疑顏色 甚至因為有了這個魔鍋 所以Canyon的豬女大絕先手 這個畫面也比較不成立 甚至Buzzi 都可以用魔鍋自血來去吃 有可能會命中到 他的carryway上面的大絕 所以 是很不錯的保護裝 那球皮還在兵線發育 雖然說金人拿到手 但是自己的第四劍 可能要出死木之花囉 看一下回家有沒有辦法補 就是沒有選擇回家 再拿一波線 坦克還是很多 所以穿透裝也很重要 但是因為小龍準備要出了 所以有可能Gendy是 打算要直接放掉這一條的 對 然後轉彎區 給一些巴龍區的視野壓力 伊哲的強勢期也差不多要快要結束了 不過伊哲也是為了 彌補這個傷害不足的部分 所以他也第三天再出了一個精進之謀 想要盡可能讓他的傷害最大化 現在是五個人 兩邊 十個人 正面直接往前 閃 把對方給留住 但是吃到了蠻多的CG 而且 佛拉 配置的傷害效果是非常好 但跨的 速度位置非常好 但是Marsuri已經被鱷魚給貼到 交出了自己的閃線跟其他種本能 只有成功做到兩邊坦克的互換 但是正面位置 這一波Gendy還可以來動小龍嗎 Gendy基本上已經不能再玩得更好了 但就連這一波都只打成一個一換一的交換 但是因為坑勇是有 好戰者的 所以他是有辦法把血量給拉回來 反正Inspire 沒有了隊友的幫助可能進不去 這邊會不會還想要接啊 跨的是蠻線 想要留嗎 會不會太到這個 潔力耶 但是 Fly這邊也沒有更多的留人手段 這對選舉來講已經算是一線成績了 有把金白龍給拿下來 他們能夠守住巴龍再多五分鐘 然後去拼龍魂 唯一的一個 僅存的獲針條 你可以看到剛剛那一波 Gendy基本上已經很難開得更好 Wibbo基本上算是 就是真的是送頭的就敗 就被秒了 一閃的進去 然後Chovy也用他的偷到時間的RT 抵消了Inspire的控制 但跨了在側邊對 整個Gendy打出來的AOE傷害真的好高 然後Marsu又用一個閃線 躲掉了King最後的刺殺 是 再看一下剛剛這波 是Fly率先想要自己主動開 Wibbo知道他們這種優勢 就覺得可以直接這樣開喔 但他只翻到一個富郎姆 只有拉到豬女 對他只翻到一個富郎姆 豬女 對然後後續兩邊互拉 大絕 你可以看到Quad在側邊 打出來的AOE傷害非常的高 然後Marsu最後一個閃線 躲掉了King的閃線Q 這可能也是鱷魚最後的魚光了 那現在Lihan再被打到殘血 這個事件裝的竭力 現在要進去探視也可能都有一點吃力 要接管戰局囉 然後他第四件是選擇出自始宣告 也是把降之獄給補出來了 這就是布朗摩寶 開始 凱撒已經滿裝了 不過後面有一個TP 但他是沒有T 沒有產線的鱷魚 所以能夠起到什麼效果呢 當然 要看一下Fly有沒有察覺到 因為Fly好像沒有看到嗎 大絕開啟 要ALL IN了 現在Marsu 走過去看到了King 看到了King 是幾暗出的驚人 但正面位置不是已經倒地 雖然說正面輸出中 這種輸出位置還不錯 所以JJ只能往後走 而且跨著 只選擇貼到對方的臉上 前把布朗摩寶給擊殺 先是指甲JJ的雙C 不過PACE 會再盡力 他是越過對方 成功Q到解力 但再被拉回來 他怎麼飛起 PACE倒 喔 哇 這一波 PACE已經打120分了 但是陣容上真的有差距 對 他在彌補他前期的一些失誤 但是 真的 你可以看到兩邊的持續輸出能力 真的差太多了 這條巴龍 Fly又可以拿到 對 有雙射手在 就算跨得不幸的 被抓掉了 但是還有Marsu可以補上來 是 那這一波打完 巴龍掉了 所以主要還是 感覺沒有人看到那個鱷魚喔 所以其實Marsu過就是看到的瞬間 對 驚人先按 對 驚人先按 然後 JJ只能先選擇秒補持有 但後續就是 哪一比誰的前排可以撐比較久了 是 所以其實算是一個短暫的武打式 不過鱷魚扛不住 對 而且快來這邊直接交纏上來了 就是要貼 打得很狂是沒錯 但是 吃到這個就是紅BUB燙子 喔 紅BUB 對 應該是紅BUB燙子 後續這邊呢 喔 他的E先翻到了 對 被翻到了 所以即便你E走之後還是被他拉回來 這很有趣的互動耶 這個 機制 對 機制 這是機制 哇 他抱了一下頭 他先死了嘛 所以從頭到尾就是他在看嘛 變觀眾 跟我一樣 跟我一樣的角色 那沒有看完 有喔 這是BUB燙子翻回來 他只... 欸 沒E走喔 那現在 有巴龍 有沒有辦法頂住 因為這是你剛剛說 可能唯一的機會 對 這個巴龍頂住 才有後續的龍魂的機會 連龍龍 現在留住對方在高地塔 已經掉落 而且這看起來是Fly的全面進攻 五個人都還健在 雲BUB也還在 算說手套 被打出來 不過CROD只要不死 其實GENGEN是不敢往前的 對 所以真的關鍵在於 CHOVI跟KING的閃現喔 這兩個人沒有閃現 對他們是沒有人 特別是KING 沒有閃現 雙射手基本上是完全頂在 前排的面前打的 因為他知道你的手就是那麼短 你就是留不住他 對 你就是手就是那麼短 等到血量夠低 完全進入閃插線之後 馬祖才需要飛 他不需要在這場比賽當刺客凱撒 他甚至大絕更多是拿來自保 對 就避免被KING可能真的閃現硬根 滿裝的凱撒 跟五四箭裝的竭力 在後期也準備要來接管了 甚至可以看到 其實賽勒斯前面雖然說有 發育了蠻久 不過自己的第四箭穿透 還是一直式式出不來 而且小龍剛好會在巴龍結束時候才出生 所以FYQUEST可以利用巴龍的BUFF 壓兵線壓到最後一課 再回去吃小龍 那個時候GENG的野區是不會有任何事 現在還想要趁著巴龍最後的時間來壓 第二座的高地塔 走路的高地GENG是選擇直接放掉 Enspire響開 再稍微往前 威嚇了一下以後 拿到了兵營就走 現在小龍15秒出身 Flyquist可以在往自己的龍去靠 而且看他們是要選擇直接Rush 還是說要稍微等一下 因為現在另一邊的Bushio是在把視野往對方的紅區踩 完全是沒有任何視野的選舉只能放掉了 那他們的這種還能再撐三分鐘嗎 還能再撐到巴龍出來嗎 甚至是 對 其實現在甚至巴龍是才剛剛結束的 他們是拿到了1500塊的巴龍PLAY 但是拿到兩個兵營是最重要的 現在兵線的壓力會一直不斷的湧進去 最主要還是你一直有提到的 沒有人可以限制這個雙射手 所以Fly 他們就是五個人 鐵龜陣站在一起 往前頂就好了 而且Marsu的出雙旋轉很有趣喔 他最後是換成了 換成了穿透 對 應該是他換成了穿鞋 對 所以他最後變成一個 類拳AP的剎牙 對 然後另一邊中路 是AD的 他已經有跨了的持續輸出 有Bweeple的持續輸出 是 就是他可以當成進場收割的角色 這個爆發角 對 甚至在面對這種 多前排 手很短的剎牙的時候 他的Poke也能夠起到蠻好的效果 所以GENG其實沒有一個後期 真的可以來發低的角色 EASA也只有四件裝 好 那 塞爾斯是終於把自己的穿透給掏出來了 那實際啊 開殺 經濟差距是一萬塊 對GENG來講 這場比賽 有一點難 有一點難 那可能就要回到是他們的藍方以後 有沒有辦法 再跟剛剛上一場一樣的結果 沒錯 而且FlyQuest這邊用中路的射手打開了一個破口 即便球V是球V 他這場比賽也是沒有任何的 跟你說 已經沒有失誤了 他其實蠻隱形的 就是 對他這場比賽沒有太多存在 他就是一塊肉 是 在這種 很扎實的會戰這種面前 他其實沒有太好的效果 所以 塞爾斯盲量的存在 如果會因為 有解答這件事情 而降低的話 那 GENG就少了一張牌 因為我相信 可能FlyQuest從頭到尾都 就是只想要準備塞爾斯 打塞爾斯的手段 而沒有想要選塞爾斯 看一下Fly的進攻 現在是 下路線已經進去了 所以 所有人都是聚集在上半步 這也讓我不禁懷疑 FlyQuest應該有跟TES團練 然後 所以他們有練中路射手 對 所以才也會用小炮打 塞爾斯 剛剛他們也在第二輪 Ban掉了小炮 對 那 看一下 這個高地塔要怎麼來做進攻 在VPO 好險有個E技能 所以是沒有被留住 而且米凱也適時發揮效果 現在是把TP給B了出來後 VPO 第四層是打不出來 哇 而且凱撒一個poke就好痛喔 反而是TP過來的丘比 現在下路線又湧進來 所以Fly又可以再一次的 往對方的高地塔進攻 沒錯 那回家之後的VPO是有TP的 所以他只要踢這個前面的兵 雙射手繼續點 給阿力 再往前進攻 現在五個人圈具 還是持續在做抱團 但是小兵湧進來了怎麼辦 巴龍在十秒鐘 現在想要回過頭 直接來接巴龍 這個完全沒辦法 圈具好像也踩不進去野區 巴龍可以防守嗎 兩線的超級士兵 所以他們光是要清完這個線 Fly就已經在開動了 雙射手直接開 一萬三千第一期 巴龍還是滿硬的 看一下Keyno有沒有機會 回口這邊再防禦 再密轉一下 跨著一直在點喔 剩下三千第一 巴龍已經掉了 正面不是也開卡 但是位置 選舉的成員已經全部倒閉 也被MASU給抽掉 這一波 是接力的跨著Keyno 準備要來結束比賽 雙射手這場比賽 打得非常穩定 跨著跟MASU 基金完美的表現 是 我沒有想到 他們要聽牌了 沒有錯 不然即將要拿下第三打這裡 他們聽牌了 我的天哪 美夢還沒醒 美夢還沒醒 先拿到聽牌點了 怎麼會 這絕對是本次世界賽 八強被大家公認 可能是差距最大的一個系列賽 沒錯